Hello 大家好 我是Candice 咱们今天要来讲有关于就是 神秘的双数月日 那你知道什么东西吗? 我们可以发现在历史的事件当中 每逢就是只有双数月日的时候 就会有发生重大的事件 这个双数月日到底跟我们生活 产生怎样的连结呢? 其实当你翻开这个日历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都会有发生可怕的巧合 比如说像4月4号 6月6号 8月8号 12月12号 都会刚好发生在一周的同一天内 所以在破解这个世纪之谜之前 我先带大家来回顾一下 是历史的重大事件 对了一定要看到最后 这样才会错过最重要的谜底喔 像以4月4号来讲 就是对我们华人来说 4其实就是一个相当的 一个谐音就是死 那因为这个读音相近死很接近 所以我们从小到大就会灌输这一个观音 就是4带来就是代表是不幸的象征 比如说去年 疫情爆发的时候 就造成很多很多的死伤 所以变成说 这个死伤啊 就以全球的流行性来讲 仅次于1981年的 艾滋病爆发那一个事件 更何况就是 COVID-19只有发生在近两年当中 就造成那么多的死亡 所以2020年的4月4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就会将这一天呢定定为就是 为了表示哀悼这些壮士 还有这些牺牲的人的一个纪念日 6月6号啊其实在这个1994年的6月6号 就有美国还有英国还有加拿大等这些盟军呢 在法国洛曼地海滩登陆 这个战争呢造成了将近死伤有1500万的人死亡 根据就是官方啊现在目前还在统计死亡人数啊 再来是8月8号啊在这个1975年的8月8号 台风妮娜呢为这个河南地区带来大量的暴雨 那这个暴雨最终导致这个河南的水库全部都溃绝 这个驻马地区的这个两大水库相继溃绝之外 还引发了就是数十座小型的水库也相继溃绝 造成了这个20个县市全部被淹没 然后呢有1100万亩的农田受到毁灭性的灾害 这个1100万人受到灾害之外 还有24万的人全部死亡 然后倒塌的房屋大概有596万间 然后冲走的畜生大概有30.23万头 租的话有72万头 你觉得这样惨不惨? 好惨 真的是非常的惨 所以在2005年的时候 美国将这件事情呢 评为世界上历史最大的人为技术的灾难 第一名耶 再来是10月10号 这个1780年10月10号 历史上最致命的大西洋飓风 又名圣卡利克斯托飓风 安地列斯大飓风和这个1780年的大灾难 很少了整个加纳比海的国家 接下来几天呢 造成的死伤人数呢 有22000个人数耶 所以这一场飓风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呢 比数十年间所有的大西洋飓风的总和还要来得多耶 1936年12月12号西安事变呢 我们又称为双十二事变 这个其实是中华民国的第一次国共内战的一场军事政变 那这个当时候的这个东北将军张学良以及这个西北将军杨虎成呢 他们在中国西岸发生了一个兵舰 扣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先生 以上呢这些零零种种所列出来的历史大事件呢 其实碰巧都刚好发生在这个双树月日里面 那到底这里面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呢 对啊是什么呢 其实呢由这个罗吉来推断啊 是不是今年的双树月日也会即将发生什么大事件呢 好啦我不要卖关子啦我跟你讲好了 我来解释一下这个罗吉到底是什么齁 你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是什么 其实啊这个双树月日隐藏了非常非常的简单 就是两个大观念 第一个就是几率 然后第二个就是周期 所以呢所谓的周期啊 这个首先影响到就是 比如说像4月4号 6月6号 8月8号 10月10号 12月12号 其实呢都会存在一星期中的同一天 你只要计算就是4月4号到6月6号 或是6月6号到8月8号 这一些日子之间有几天 你会发现说他们其实就是相隔63天 因此呢这个63天刚好都会是7的倍数 所以刚好都会在同一个星期中的日子里面 以上这些日子之后的每一年呢 你只要往后推一天就可以了 那若是遇到这种就是2月29号这种论年的话 就是2月的29天 一年的话就会有366天 也就是52周再多两天 因此这个星期集的论述的话 就会比前一年的论述 就会再多2天的时间 再来的话就是谈到的几率 因为时间上的巧合 再加上人们的穿着附会啊 其实有时候形成了一种无形的恐惧 实际上呢和命理和信仰 其实没有太大的关联性 而历史上经历越久的事件 当然所发生的几率就会越来越多 就会像是比如说我们无意间 我们望向这个时钟 然后我们看到4点44分的时候 会觉得哇 怎么好像是明明中注定一样 非常可怕 那其实也对华人来讲 就是说这个4其实相当是死的意思 这个数字的含义呢 就会有过多的念头 但是当你看到这个数字的组合的时候 就像是会比其他的数字来的印象更加深刻 所以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遇到这样的负面巧合的时候 其实你也不用过于的提心吊胆 因为它就是一个巧合音 所以换个逻辑去思考它的话 或许就能找到它其中也看到意义在而已 所以啊这一集算是一个非常冷门的小知识 分享给大家 然后中间也穿插了一些历史的小学堂 再看到这些双数月周期的当下 其实觉得是还蛮有趣的 其实你会发现说数学真的是隐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子哦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andy先生 我会再提供更多专业的 GIMATE GIE SAT的解敌技巧 以及留学资讯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订阅按赞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